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阅文集团联合出品 改编自七点中文网的大凤大耕人 作者卖爆小郎君 演播头头冤大冰丸子小桃红等等等等 好多主播 后期制作小太阳 欢迎您的订阅 第686集斩敌 不得不承认 你的强大出乎我的预料 身为六品的你 竟能打破我的护体法器 刚才那一刀若无法器护体 单凭铜皮铁骨 我必死无疑 再让你成长下去 就真的养虎为患了 当然 你没机会成长 你根本不知道 自己头顶悬着的屠刀即将落下 球签脸色阴沉地盯着许秦安 不再掩饰自己的嫉妒和憎恶 比身份 你不及我高贵 比帮手护从你不及我 比手段谋略 你依然被我玩弄鼓掌之中 你拿什么跟我斗 你不过是个占了我便宜的贱民 如今你拥有的一切 本该是我的 不过 我无所谓了 我对失败者向来仁慈 今日不杀你 斩你手脚 费你修为 带回去妖宫 琢实称赞道 少主天子聪颖 是人中龙凤 但不可自拗 赶紧动手吧 面对夜长梦多 出现意外 哄哄哄的 蹦蹦蹦的 他复制了杨千焕的操作 利用战场上才会使用的重型杀伤法器 对付一个六品的武服 面对铺天盖地的法器 许秦安只念了三个字 打骗了 密集的炮弹 弩箭突然变相 或向左偏 或向右飘 或向上浮 完美地避开了目标 炎处法随的时效还在 你 球前瞳孔疏然收缩 乃以置信 他脸色陡然 掌红 继而铁青 跑笑道 不可能 你没有机会 试战儒家法术书籍 你根本没机会使用 他知道许秦安 拥有儒家法术书籍 一直严防 死守他使用 从头到尾 都没见他使用过 许秦安 喝了一声 难道你以为 我刚才让杨千焕开的一炮 是头脑一热 杨千焕突兀地出现在附近 悠悠地补刀 武夫就是武夫 粗鄙地让人怜悯 他父儿消失 继续和幼士玩起了追逐战 球前身子一晃 巨大的挫败感汹涌而来 其实许秦安 还有一个速胜的办法 只需要吟诵一声 我的气机增强十倍 他保证能一刀秒杀球前 代价是 许秦安与仇人同归于尽 儒家的言楚法随 是对规则的践踏 他是会遭规则反噬的 许秦安一开始 不知道这个内幕 天人之争时 念了一句 我的元神增强十倍 代价是 法术效果过去后 元神四分五裂 幸而是 李妙真及时醒来 发现男王有吹牛皮吹炸了 但还可以抢救 连忙收集他的残魂 利用天宗法术修补了魂魄 晚苏醒一刻中 许秦安就真的与世长辞了 只能说气韵滔天 如何合理的使用儒家法术 许秦安总结出来的心得是 尽量只吹合理的小牛皮 他的第一个牛皮是 天地一刀斩后遗症 延后两刻钟 第二个牛皮是打偏了 都属于清新脱俗的小牛皮 许秦安收回刀鞘低声说道 我在他身后 话音落下 他的身影在静光中突兀消失 下一刻便出现在了 球签身后 呛的一声 天地一刀斩再次出鞘 黑沉沉的刀光一闪 及时碰的一声 咔嚓 球签听到了腰间玉佩碎裂的声音 听见了屏障炸裂的闷响 紧接着身体一沉跌倒在地 他的膝盖离开了身体 鲜血狂流 少储 作识爆喝一声 急冲而来 快救我 快救我 球签的眼睛迸发出强烈的求生欲 以左使的强大 击杀金刚神功 濒临破弓的许清安 不过是举手之劳 杨千怀正被幼使追逐 这会儿就算反应过来 最多就是带走许清安 如此他反而保住了性命 左使身形一闪 化作彩影扑来 区区十几丈的距离 甚至不用一息 就在这时 只见一道黑影高速奔来 似乎预判了左使的路线 砰的一声 黑影宛如蛮牛 竟一头撞中左使 把他撞飞出去 犹如一颗出唐的炮弹 那是一个滋容绝色的美人 穿着打更人制服 胸口绣着一面金螺 他似乎有些头晕 摇摇晃晃的站立不稳 随后他又消失了 远处传来气急爆炸的响动 以及左使的怒吼 球签眼里的亮光慢慢的暗淡 要不给你一刻钟 你能爬出二十丈 我便放你一条生路 许千安煮着刀 好心提醒 赶紧爬 说不定还能在血液流干之前 得到救治 球签神经之势的尖叫一声 奋力的往前爬 在地面拖出两条阴红的血迹 恐惧在这位忠明顶时的年轻人心里炸开 他嗅到了死亡的气息 他在这股气息里战战兢兢 等他像条败狗般爬出一段距离 许千安俯身 抓起球签的头发 强迫他望着远处的战斗 低声说道 论战里 你不如我 论手段 你不如我 论计谋 你还是不如我 你 拿什么跟我斗 杀人诛心 球签眼里的那钉点光芒彻底暗淡 只留下沉沉的绝望 你不能杀他 许千安 你不能杀他 他若是死了 主人会灭你 九族 那你可看仔细了 许千安举起刀 切下了球签的头颅 然后打开腰间的香囊 把他的天地双魂收了进去 完了 看到这个一幕 左右使两人头皮发麻 如坠冰窖 快快 他们就此前面了 几股人马手持火把 在密林间穿索 他们手里提着兵刃 狂奔如风 他们中 有怀王的密探 有帝宗的妖道 有趁乱打劫 渴望法器奖赏的江湖人士 当然也有柳公子 融融这些武林盟的人 以及部分表面凑热闹 实际是打算支援许银罗的狭义之事 李妙珍等人拖住了四品高手 但无法尽数阻止相应的下属弟子 小镇战斗爆发 得惜情况后 各方下意识地离开小镇 搜寻许其安和那位神秘公子哥的下落 快快跟上 迟了的话 许其安就被那人亲手斩杀了 法器还想不想要了 杀许银罗 会不会犯大忌啊 怕什么 老子已经易容了 人无横财不负 想要出人头地 总得剑走偏锋 没错 现在唯一的问题是 许银罗很可能已经被杀 那位公子身边的两个高手 极其了得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在喜马拉雅搜索 头驼渊讲故事 谢谢